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主题是 记直文稿之谜 2019年元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举办了记直文稿的专门展 并且以言真卿超越王羲之路的名笔为标题 此展在日本东京引起很大的反响 据说参观的人达数十万之多 那么记直文稿是唐代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 严真卿的行书作品 此作品是马指墨迹 纵28.2厘米 横72.3厘米 此帖的笔法 气势磅礴 悲怆苍凉 激昂求尽 草而不乱 被后人们赞誉为 在世言书第一 天下行书第二 众所周知 严真卿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甚至有这么个说法 临贴避临体 但凡稍微涉猎过书法艺术的人都知道 颜体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多宝塔碑》和《麻姑仙团记》等 那都是重规重矩的海书 可是这份记直文稿呢 却是《行书》 这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颜真卿的真迹中 那叫绝无仅有 可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在这幅作品中 居然有十几处涂抹的地方 而且还有漏字 人们不禁要问 颜真卿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以一个长辈的身份 给侄子做记文 又为什么没有了往日的严谨 在写这篇记文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我们仔细地分析这篇记文 答案就在其中 颜真卿开篇写道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这个记文的时间 为是个语去词 没有意义 前缘是唐素宗李亨的年号 这一天是九月初三 是最适合祭祀的日子 人生就是当天下午 三点到五点之间 接着颜真卿写了 重复 然后涂抹掉 又写第十三书 那么颜真卿为什么 做这样的修改呢 据我分析 所谓重复 也就是这位侄子的远方书 伯父 或者是同族的书 或者是伯父 就叫重复 那么重复就跟这个侄子的关系 就比较模糊 不太清楚 那么第十三书就不一样了 这就说明颜真卿跟这位侄子的父亲 是一个爷爷的叔伯兄弟 颜真卿是这位侄子的父亲的第十三个弟弟 所以叫第十三书 这个关系就比重复亲近了很多 接着颜真卿就写了一连串 他的头衔和官籍 他说 一个一个分析说 这个所谓的 颜真卿 实际上是 颜真卿 大夫 颜真卿在这儿丢了一个大字 这说明颜真卿 写这篇纪文的时候 心情比较激动 那么史池节 蒲州诸军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节啊 就是皇帝给他的信物 他拿着皇帝的信物 代表皇帝来到蒲州 管理这里的军事 具体职务叫蒲州刺室 那么上清车都尉 实际上是朝廷 授给他的薰 就是个荣誉称号 那么丹阳县开国侯 是皇帝封给颜真卿 的爵位 那么人们就要问了 这一串的头衔 虽然有些是虚显 或者荣誉称号 但毕竟表明 颜真卿在当时地位显赫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了 你就是写篇纪文吗 干嘛要把这些头衔 和荣誉称号 都写在文章的前边呢 难道是要炫耀 你的显赫不成吗 当然不是 颜真卿之所以 把自己的所有的头衔 都写在纪文的开头 无非是使这篇纪文 非常的隆重 庄严肃穆 这才能表达 颜真卿对这位侄儿的尊敬 和对这位侄儿 最大的安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